我就是我的责任 我就是满足了 我就是这里的 大家好 我是小猪 今天我们继续看鬼灭之人同仁小作品 富刚英勇竟然变成鬼了 第一集 有漫画家月印之作 以授权小猪 主公大人又召集住门开会 上一次召开猪中和会议 是因为迷豆子变成鬼要加入鬼杀队的事 这次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使迷抱怨 要是又像上次那样有鬼入队 我就先杀了再说 小巴内又在他那棵树上盘着 而无鱼狼还在看天上的小蝴蝶和云彩 只有富刚英勇 躲在房间阴阳的角落里背对着中主 看得实迷气不达一处来 气得大喊 喂 富刚 你一个人站在房子里干嘛 然后蝴蝶人也说道 富刚先生 你是被排解的小孩子吗 看来师兄真不找大家待见啊 英勇师兄恐怖的转过头来说了一句 我跟你们不一样 现在的英勇师兄露着长长的大獠牙 头上还有一只脚 显然他已经变成了一只恶鬼 这是怎么回事 中主都惊呆了 这次真的不一样了 蝴蝶人吓得抱住甘露斯密里 小巴内的蛇都张到了嘴 史密凶狠的拔出了日轮刀 只有五一郎还在看着他的小蝴蝶 暴走的史密喊道 你身为主还变成鬼 简直是鬼哨队的持主 天院大人也要拔刀 小巴内的第一反应是先保护密里 还真是一个大暖男呢 而我们的秘里还在想 变成鬼的富冈先生也好可爱哦 只有蝴蝶人大喊 大家先等一下 五一郎已经跑到一边找蝴蝶玩去了 站在房间角落里的义勇 根本没有理会中主的反应 还自顾自的发呆 蝴蝶人上前问道 富冈先生 请你好好说明 就算你是鬼 也一定有办法好好相处的 蝴蝶带蒙的回道 我才不是鬼 我们的师兄还是跟往常一样 一点不给蝴蝶人面子 肯定又会被讨厌的 蝴蝶人当时就发飙了 拔出了日轮刀就要看蝴蝶 旁边的甘露斯密里 急忙抱住他 让他冷静 不要冲动 蝴蝶人的杀气 连旁边的史密和小巴内 都能感觉到 而远处的吴依郎 还是在玩他的蝴蝶 事不关机呀 就在蝴蝶人砍蝴蝶的时候 主公带人来了 他让大家先不要冲动 结识了蝴蝶变成鬼 是迫不得已的 那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猪狮小姐 被鬼屋手无散派鬼追杀 知道这个消息后 主公带人便急忙 派了出任务的蝴蝶 欠去救援 因为蝴蝶离得比较近 等他赶到的时候 御史郎以及重伤 倒在了猪狮的怀里 蝴蝶因为喜欢萝卜鱼 赶落的时候都在吃 而他的乌鸦宽三郎也吐槽他 不要边跑边吃 虎狮人也想着 傅刚先生任务中跑去吃萝卜鲑鱼 算是违反对归了吧 宽三郎还提醒义勇 要细小慢燕 谁知 下一秒义勇就真的被噎住了 都没办法使用水质呼吸了 真是糟糕 虎狮人也在心里无语 傅刚先生是笨蛋嘛 不能用水质呼吸的义勇 和鬼大战了一个晚上 鬼在天亮之前逃走了 而义勇一失受重伤 诸师赶忙上线查看傅刚义勇的状况 被救了的御史郎 还有些不敢相信 义勇居然愿意为了救他这个鬼 受了致命伤 此刻也是被感动了吧 义勇身上的伤口 像小喷泉一样喷着血 诸师忧伤的说道 傅刚先生的这个伤势已经没救了 问他愿不愿意变成鬼 继续活下去 满身是伤的义勇 眼神呆滞 也不知道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根本看不出来 他在想什么 只静静的躺在那里 心脏出的血 像小喷泉一样喷出来 宽三郎在他的身上还问着 早饭还没有好吗 看来宽三郎是真的老了呀 义勇都伤成这样了 居然都看不出来 诸师问的话 义勇也没有回答 就这样看着诸师 诸师着急的出了一头冷汗 也不知道义勇这么看着自己 这种表情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拜托他倒是说句话呀 而义勇的嘴巴像是贴了风条一样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真是让人捉急呀 宽三郎跳到了义勇的头上 还在念着他的早餐 不过现在谁也没空理会他 另一边 义勇的魂魄已经来到了奈河桥边 他前面有一堆人在等着上船 船上还有个人在喊 要过河的一个一个上来呀 那这条河不就是望川河吗 如果真的上了船 过了这条河 义勇恐怕就真的死翘翘了 前面的人都排着顿上船 很快就轮到了义勇 船夫喊着 慢慢来呀 等人都上了才会开船 而且看样子 义勇就是最后一个了 而义勇师兄也抬脚正准备上船 可是还没等他上去 船不喊了一声走漏 船就已经开了 义勇师兄一脚踩空 噗通就掉进了水里 他一脸呆着 看来是义勇师兄福大命大 逃过一劫啊 既然船已经开走了 义勇只好转身准备爬山岸 这时听到河对岸有人喊他 转头一看 咦这不是枪兔吗 枪兔对他摆着手 让他回去不要来 而现实中的义勇 这时正好也醒了 头上冒出了两只恶魔角 明显已经变成了鬼啊 义勇师兄和朱师 也在他身边陪着他 朱师抱歉对他解释道 我觉得富刚先生 由心愿为了 所以还是擅自 把富刚先生变成了鬼 正当他们两个忐忑时 义勇的反应 却把他们吓了一跳 义勇居然哭了 朱师惊呆 把义勇变成了鬼 让他这么难过吗 而义勇师兄一脸无语 不过是变成了鬼 不至于哭成这样吧 他还对着朱师吐槽 朱师大人他哭了 而且哭得好丑 不愧是毒舌御师郎 除了对着朱师大人 对谁都这么不客气啊 义勇哭 其实是因为 见到了去世的枪吐 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化成小猪我也哭啊 他一边哭着还一边反驳 我才没有哭呢 师兄你就不要嘴硬了 就算你哭 大家也不会笑你的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义勇迫不得已变成了鬼 主公大人也为他说话 义勇就算变成了鬼 也没有吃人 而玲珞师傅 也愿意用切腹 为他做担保 听了事情经过的蝴蝶人 默默地锯了一把心酸泪 真是被诅咒得水着一门啊 不死穿石鸣 却不相信义勇 拔出了日轮刀 对着义勇的胸口 就撕了一刀 嘴里还喊着 少装了 去死吧 富刚 给我露出鬼的真面目吧 因为他的速度太快 大家根本来不及阻拦 义勇被刺中了胸口 嘴里都喷出了血 而变成了鬼的富刚 玲勇实力可不容小觑 但还是那副呆灾的表情 只轻轻挥了一拳 石鸣就被打飞了出去 成自由落体中 摔在了地上 就连鼻血都给打出来了 也太残了 主公的女儿说着 玲勇大人把脸憋过去了呢 主公惊喜 是吗 和蜜豆子那时候一样呢 蝴蝶人表示 蜜豆子成熟多了好吗 蜜蜜看着地上躺着的石鸣 一脸惊恐 动静这么大 受得伤挺重的吧 大家都过去围观 石鸣到底怎么样了 小巴尼问他 还活着吗 布斯川 米利多在小巴尼身后 刻着自己 不行 我不能笑 而蝴蝶人让大家等一下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只见被揍晕了的石鸣 亲死的鼻梁都塌了 留下了两管鼻血 重点是 嘴里还叼着什么东西 旁边的蝴蝶人 惊讶的说道 是布斯川先生暗示的修柄 他看向一勇 想着明明都变成了鬼 居然还记得大家喜欢的东西吗 这样温柔的义勇 有点让人动心哦 义勇突然喊他的名字 蝴蝶人脸红 难道也有送给我的吗 还真有 义勇抱出了一只小猫咪 贴给了蝴蝶人 要把这个送给他 下一秒 蝴蝶人就拔出了日轮刀 要砍了义勇 因为他最害怕的就是猫和狗了 生气的说道 福刚先生 你就是这样才讨人厌呢 主公大人赶紧插话 把义勇拜托给了蝴蝶人照顾 看来主公也是很看好呆得闹闹的 这一对情侣的 人不敢相信 刚刚都快要打起来了呢 居然还敢把义勇拜托给自己照顾 义勇也呆呆的 手中的猫咪好像也讨厌义勇了 给了他一抓子就跑了 主公大人跟蝴蝶人解释 是因为这道蝴蝶人的愿望 他一直都努力着 想要好好和鬼相处 现在义勇变成了鬼 这不真是个好机会吗 蝴蝶人看看义勇 义勇一呆萌的望着他 并没有什么意见 蝴蝶人转头就对主公说 如果一个人 连当人类都很讨厌的话 那变成鬼之后 怎么可能和他好好相处呢 众人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蝴蝶人的话超有舒服力 可怜的义勇师兄又被大家讨厌了 回到蝶屋的蝴蝶人 瞬间变成画廊 对富刚义勇说 现在主公把你交给我调查 请好好配合哟 富刚先生输给了什么样的鬼啊 义勇一脸呆滞 什么话也不说 也不给人一点反应 其他人直接用出了阴阳纸 问他 富刚先生 你有听到我说话吗 因为义勇像个木头一样 一直不说话 蝴蝶人也无奈了 调侃他 算了算了 反正 富刚先生 你又要说 你没输吧 拿着心爱萝卜的富刚 去开口回道 是个拿对扇 一脸无虑的鬼 那不是同魔吗 蝴蝶人听到 一股冷气瞬间释放了出来 蜡烛都被熄灭了 气氛中间变得诡异了起来 而义勇师兄 什么都被察觉到 手中的萝卜换成了鲑鱼 还在没心没肺的玩 蝴蝶人的怒火 已经到了极致 气得拔出了热轮刀 就砍向了义勇 生气的说着 富刚先生 这么重要的事 你现在才想 就是这样 大家才会讨厌你 义勇师兄可怜兮兮的 拿着鲑鱼 抵挡蝶人的热轮刀 真好 又是被讨厌的一天呢 可惜师兄还是不明白 自己到底为什么被讨厌啊 好啦 今天的小剧场 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还有 记得订阅点赞 支持一下小猪哦 爱你们 我们下期继续分享